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Ariel来帮我们解答 欢迎Ariel 嗨 我是Genice请你运补的行销公关 我是Ariel Ariel我们一定要问就是除了你的专业还有你们行销公关的部分之外 其实卖的商品现在也可以发现越来越不同了 因为现在的孕妇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孕妇的专业跟我们是运动的专业这样子来结合 大家其实常常在问孕妇到底可不可以运动 你们在门市应该很多人会问吧 其实很多 而且因为我们自己有特别开发专门为孕妇设计的运动服装 那有些孕妇妈妈她就是去挑选的时候 就会看到我们有卖运动服饰 他们就会很好奇说孕妇可以运动吗 那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啦 当然我们没有说一定可以或是一定不可以 因为还是要评估自己身体状况啦 如果说你在怀孕之前就有运动的习惯的话 其实你怀孕之后 对 你就继续维持 只要你身体没有不舒服 其实都是可以继续的 可是孕妇运动 就是以我们健身房来讲 其实我们当然是鼓励所有的孕妇或是全临层 你只要是在安全 前提是安全的状况下 你就是继续保持你的运动习惯 但是像你们的产业 我觉得这当然会颠覆 毕竟市场需求不同 你们在投入孕妇运动的相关服饰啊 或者是相关用品的时候 是以前就开发了吗 还是近几年才开发 其实是近几年啦 可能是因为欧美的影响也很重要 然后再加上其实现在亚洲地区 台湾人 台湾的孕妇其实也越来越开放了 他们就会觉得 啊我只是怀孕 我又不是生病 对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可以的 所以很多孕妇就会开始尝试在孕妻的时候 比如说去做一些皮拉提斯啊 然后甚至最简单的快走 它其实也是运动啊 对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在孕妻 虽然说你挺着一个大肚子 可是你的肌力跟你的孕妇的 不能掉 对弹性就是肌肉的弹性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保持一个弹性对孕妇来说其实是很好的 我必须说现在的妈妈们 第一个是思想开放了 不管是不是欧美的观念 再第二个他们会觉得说 我保持自己的体力 不管你讲的肌力或者是体力的这个部分 都是让他们未来在生产的时候可以更顺产 然后也可以更快恢复生产 我觉得更多人会直接touch到的议题就是 孕妇运动我的目的性就是未来我的身材恢复 就是不要超重啦 因为你看像很多人以前就是会觉得说 我怀孕整个孕期我可能会胖10到15公斤 可是你要想 以前没有在胖15公斤 都是20到25公斤 妈妈的年代都是这样子 20到25公斤你要怎么瘦下来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现在的女孩子其实想法会觉得 哇我怀孕就这样子一年过去了 然后我在那边胖个10公斤 我要怎么减掉 他们其实是会很忧虑 对会很焦虑 会很焦虑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朋友他就是可能身型比较小 然后加上他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较高龄 所以他其实蛮小心翼翼的 所以当安胎之后 就是可能三个月四个月稳定了 他就开始进步 然后希望说让自己体力更好 用吃的方式 或者是说用补充营养素的方式 让自己还有宝宝给拿到更直接的营养 可是他的体重就是在四个月五个月 直线标识 直线标诶真的 然后连医生都跟他讲说 妈妈你会不会胖太多啦 其实现在医生都很严格诶 所以现在的妈妈为什么 没有那么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其实现在的医生 医生会管 医生会管 然后营养师会管 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的妈妈又爱漂亮 然后看到比如说很多艺人啊 或是很多网红啊 医生完小孩就是非常不科学的身材 不科学啊 那个坐月子出来就好像就是没生过那种感觉 压力很大 现在孕妇产妇生完做完月子好像就是真的就是见真章的时候 所以孕妇运动反而是现在这几年开始吹起让大家开始重视说你就算是怀孕期 第一个是你如果还有运动的习惯而且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运动 那如果说你为了让自己不管你也许本来没有在运动 可是你为了让自己生产更顺 以前是会提上说走楼梯对不对 对或是快走啊 就是起码要动不能都不动 哇 所以其实大家那种孕妇运动反而是一个议题 所以你们这样子近几年在开发这些产品的时候 自己在投入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孕妇妈妈很很小心翼翼 或者是说我可不可以做什么运动或是不能做什么运动 或者说我该怎么做运动 其实有啦 因为当然我们刚刚说到如果说你是一直持续有在运动的 然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 那你当然可以继续运动 可是有一些族群是比如说他有什么子宫前傾啊 或者是他子宫颈避锁不全啊 或者是他真的是有流产的征兆需要安胎的 这种当然就是建议完全先不要运动 就是等到医生指示 那如果说你是OK的状态当然可以运动 那其实我们自己请你有办一些运动的就是妈妈教师 所以你们不只卖运动服 所以你连同就是在这个运行当中 要帮每一个阶段的妈妈们 准妈妈们去规划 所以你们都会规划哪一类的 我们大部分就是规划一些孕妇比较基础的激励啦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妈妈们是不是都有运动习惯 或者是一些瑜伽的课程 那其实很多妈妈就是我在现场看到我会觉得 你一般在运动的时候你都知道要换穿运动服饰 为什么你怀孕之后你就觉得运动服饰没那么重要 就觉得啊没关系青菜啦 可能就是一颗肚子在那边吧 对可能找不到适合的款式 然后你就会随便穿 像那个时候教练就比如会做一些动作嘛 然后很多妈妈就是穿那种一般的短裤啊 然后T恤就去运动了 可是其实你知道瑜伽运动有一些是 比如说脏得很开 然后要伸展的 所以我就会看他们在那边一直敲衣服啊 然后敲裤子啊 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好好的买一件运动服装 然后认真的可以运动的服装这样 我觉得应该很多的粉丝有看过一些网络上 像超模他们可能本身就有在运动 然后把运期的时候 就是继续运动的一些影片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这样子的影片 然后就觉得哇好正好 他怎么完全就是 不管是squat或者是lunch 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负重的训练 当然还有调整 他完全就是非常自在去操作这些 然后身上穿的衣服 整个就是非常fit 就算肚子是包着的 圆圆的一颗 他也觉得很OK 对 是不是真的说 推出的时候 你们会有一些 消费者的习性发现说 好像台湾的妈妈或者是亚洲妈妈 他对于这样子紧身衣服的选择 特别是运期的时候 他会比较 不好意思 其实我觉得孕妇是更愿意展露的耶 因为他就觉得有一颗肚子在那边 就不会像以前我们还会嫌说 小肤太大不敢露 或是腰不够细不敢露 肚子在那边就是一个 你知道很骄傲的象征 你知道 我有带一些 sample sample来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完全就是 对就是完全为运妇设计的 像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肚子问题 那我们有考量到说 有的妈妈她是 她不喜欢肚子被包住 所以我们就会有做一些 下腹支撑的 让她比较 包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大 她就会觉得 也蛮舒服的 而且这个弹力是 绝对一般运动服饰是没有办法比的 因为肚子很大嘛 然后可是屁股啊 还有脚的部分 可能没有上队变旁 你不可能再穿以前的运动服饰了 那像这一款就是 她是有包肚子的 就是有的妈妈如果就像你说 她很害羞 她不敢把肚子露出来 她就可以穿这种包袱的 然后再搭一个短板上 其实就可以出门了 就是非常休闲风的设计啊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孕妇装 反而销量 比较没有那么的好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第一个 我不要特别去买这样的衣服 因为它的确是有时效性的 就是我就运期穿而已啊 那可能接下来 我可能就不能穿 我可能就是送人 对就是恩典牌送人 那像这样子的运动服饰 它是不是未来 比如说它在恢复生产时间 或者是接下来 可能慢慢的 它还是可以使用到这样子的衣服呢 对啊当然就是 第一胎的妈妈们 千万不要想说 生完之后 就什么都没了 你知道你刚生完 还会有五个月的肚子在这里哦 对肚皮 肚皮很可怕 所以裤子的弹力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到产后 大概三四个月 我都还在穿孕妇裤啊 我就觉得 第一是不要压迫嘛 对 对因为肚子 它毕竟就还是松的 就是这样比较舒服 慢慢的回归到原本的位置 对 所以裤子其实是 相对来说 比衣服重要很多啦 嗯 所以像你们这样子的款式 就是第一个是有包袱的 对 比如说可能肚子比较大的妈妈 这可以穿到七到九个月 可以可以可以 都没有问题 这都可以 成到非常大 双胞胎妈妈穿也没有问题 然后下腹的支撑 就也同样是可以符合 对 它有 当然有尺寸的区别啦 就是妈妈们可以到门室去逛一下 然后至于这个运动内衣的部分 我们还有分 不能穿原本的吗 因为其实运动内衣本身 它其实就是 比较包袱 一般有在运动的人 他大概都知道说 他就是选择比较大一点的 或者是比较松一些的 其实就可以穿比较久 妈妈们因为其实上围 会随着运气而有变化 没有极限喔 对 上围没有极限 对 但是你就穿一般运动内衣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觉得 因为这边肚子会变大嘛 所以你就会变成 上面可能没关系 可是你这边会很雷 对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弹性也是很大的 非常好 然后他包袱之余 材质就不用说了 稀释排汗是本来你运动内衣就应该要有的功能嘛 嗯 那我们这个服饰的部分是 它还可以补乳 嗯 就是像这种就是下线式 你就直接拉开就可以补乳了 然后像这个就是开扣的 开扣的 对 就是一般 后面 补乳内衣会有的功能 就是开扣的设计 就是妈妈就不用 很麻烦 就是一直在换内衣 对 对 很麻烦 就是有特别贴心为孕妇想到这一些小工能 我可以问一下吗 因为其实看到这样子的商品 其实会觉得说 真的有人会去买吗 当然好 我们要必须要先聊的就是 你们怎么会发现有这个市场 真的只是因为近几年 你孩子在怀孕之后 对于身材的恢复压力比较大的关系吗 还是说这个运动观念应该要持续 让整个孕期是非常顺产的 对 其实运动观念这件事 有很多的妇产科医生也是一直在推行 对 就他就会觉得 孕妇虽然说是很特别的一个过程 但是真的不需要因为为了怀孕 然后就舍弃很多 自己本身就喜欢的东西 对 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 怀孕当中你就是你要保持肌力 然后你要保持弹性 甚至其实运动可以让你心情变得比较好啊 对 比较不会有压力 而且比较不会有忧郁的那种情绪 因为你的运动的时候会产生脑内悲 让你更开心 孕妇最需要就是心情愉悦 对 其实我也看到这样子 特别是for孕妇 而且是for运动 其实已经是非常专项的 在开发这一块的市场 对 但相信一定是有一个利基点 就是的确现在妈妈想法不同了 没错 可是你们在买这个 就是真的在买的人 有发现她的年龄层吗 比如说是年轻妈妈 还是说有一些可能 可能超过35岁的妈妈 他们其实接受度也很OK呢 可以耶 其实我们大概都是在30左右 其实很年轻的妈妈 她反而比较没有这个概念 她会觉得没差 反正对 我就是怀孕生小孩而已 可是你30岁左右的妈妈 她开始会去看很多的资料 或者是身边已经有人生过小孩了 她就会觉得 我不要变成这样 或者是说 我觉得我朋友这样做很好 那我可以试试看 就是她看到的事情会比较多 所以她反而是比较愿意去尝试 就是来比如说做一些运动啊 然后让自己心情更好 她也会觉得对宝宝的 就是也算是开教的一种功能嘛 妈妈心情好 宝宝才会开心啊 对 因为这 我刚刚跟Ariel聊到 就是你有提到说 很多消费者进到这里 看到你们有孕妇 运动的商品 对 就很多人问说 为什么孕妇要运动 消费比例应该也越来越少了吧 反而大家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对啊 接受度越来越高 所以 而且重点是 她不单纯就只是运动内衣 她还有哺乳功能 所以她变成是一种 我今天要去 当然我不是说 我一定要参加一个什么课程 很长期持续在运动 但是当我想到说 我今天可以有 有一点时间我去运动的时候 她也可以变成是运动内衣 然后她同时 她也可以有哺乳的功能 你就觉得她是一衣两穿的 对 就算你今天不运动 你还是可以穿啊 她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的工具 但我们现在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Ariel女生 你有两个小朋友 那你自己 因为你也有提到说 其实你们是在近几年 近三年 才开始研发 然后投入这个孕妇 运动服饰的市场 可是你小朋友很大了 一个六岁一个两岁 所以那时候你自己 一个六岁一个两岁 你自己有运动吗 第一胎 我第一胎完全没有 第一胎就是想说 哦就是怀孕了 就是很不怕死 然后其实你也没什么概念 年轻 因为那时候年轻 对 然后我身边的人 好像同期怀孕的也没那么多 你就觉得大家好像就是这样 你反而不会去太注重 什么健康保养 所以我第一胎就是 没运动之余 差不多胖的 大概有十六十七公斤吧 也是随便就胖的哦 小朋友多重 很正常啊 就是差不多三千 三千五 三千三三千五这样 老公是真爱哦 十六十七公斤 妈呀 完全没有动 就是走路而已 就是一般正常的生活 对 就是正常走路而已 然后也没有说 特别去练鱼虾 或者是说走楼梯 完全没有 地胎就是真的很随便 那你看到自己的体重 上升到这么 人生的高点 嗯 差不多 就说对 是人生高点美食 你没有吓到吗 就觉得我是孕妇啊 还好吧 哈哈哈哈 还好吧 那生完之后 而且我的医生也是很放纵 我太从来没有说过我胖 那生完之后 总是要面对现实吧 哈哈 生完之后是确实有点吓到 因为你生完之后你 没什么酱吧 没有 就真的只掉五公斤 就是宝宝 宝宝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羊水 胎盘 胎盘 差不多就五公斤啦 不会再多 对对对 然后而且还很水肿 超级肿 我差不多也是花 因为荷尔蒙在调整嘛 但我第一胎其实也瘦蛮快的啦 不是因为我有去运动减肥 是因为我小孩太难带了 就是我都没在睡觉 所以最后就是整个消风 但是是很憔悴的那种消风啦 对 妈妈真的很辛苦 因为就是 新手妈妈 然后你又要适应一个新的生命 然后两个人又要磨合 嗯 的确是蛮辛苦的 所以 虽然回来很快 但是气色真的很差啦 还是会有差 对对对 还是要靠运动啦 第二胎我有 第二胎 马上 有我有 好 有运动跟没运动 你自己的体重控制上 第二胎胖了多少 第二胎12 那还好 是不是很不错 就是在标准 就是8到12 这中间 对对对对 然后而且 我儿子还比较早出来哦 他36周就出来了 我女儿是待到了38 39周 然后我才胖12 嗯 那个时候我是去游泳 所以其实 对 那你那时候穿着泳衣去 然后挺着肚子 对啊 你知道救生员超害怕 救生员应该很害怕吧 就想说 超级紧张的 这个运步你走在旁边的时候 我还是搀扶着你比较好 没错 就超怕我滑倒 然后全部的人都在看我 对啊 但是我觉得游泳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运动 非常好 我们稍后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几个 就是孕妇运动的项别 不要就是说 哎 好像就只能做瑜伽啊 对对对 做静态的 其实没有 游泳真的也是很棒 嗯 一个有运动 就是老大女儿 你那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是 没有运动 然后第二个 儿子的时候是有运动的 那你自己有发现体力上的差别吗 体力上的差别哦 还是要看运气的状况啦 我觉得两胎 差不多 可是我的心情比较好 嗯 对 然后再来就是后期 妈妈很容易水肿 我第二胎确实真的没什么水肿 就是你有在动 有在动 就比较没有水肿 哇 所以其实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加上Erro自己的亲身体验 还有我们应该很多 妈妈们自己的感受 你有一个 有在运动 一个是没有在运动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感觉出来 原来妈妈们 不能一直坐着 真的不要啦 对啊 对啊 不能一直坐着 运气的运动 其实真的 我们要提倡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当然是你前提是你很稳定 然后 再来就是你要持之以恒 对 然后慢慢的增加强度 所以你第一胎没有运动 第二胎就是靠游泳 那时候为什么会开始想游泳 因为我女儿狮子说太热了 我就想说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课程我也不保证 我有办法就是一直这样规律 就是规律的去上 所以我就觉得 算了来跳一个随性 想干嘛就干嘛的运动好了 所以我就去游泳 然后发现游泳 我在水里面变成一个正常的少女了 好开心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变少女 因为肚子好重啊 每天都挺着一个超重的肚子 尤其第二胎肚子更大 然后在水里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重量不见了 你就觉得好轻盈 然后就变得很轻盈就对了 可是其实 又很凉 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要捧着肚子 然后又要下去 然后又要换 你不会担心安全的问题吗 因为旁边的人 这个为什么会问安全 因为真的是很多孕妇 会担心她的运动是不安全 你自己不会有这个疑虑吗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就是小 就小心 对 就是千万要小心 其实你在一般的健身房运动 你也是要小心啊 走在路上都要运动 对啊 走在路上你也要小心 就是别人碰到你什么的 你也是会很紧张啊 所以就是尽量排除 让你不舒服的那个状态 对 其实 像我们很多的健身房的概念 都会去告诉我们的会员 或者是告诉我们的粉丝们 第一个你怀孕了 对 稳定之后 其实还是要恢复运动 肌力 体力 再来我们当然会去 推荐每一个人 或者是依照自己的体能状况 不一样的一个运动类别 当然大家最熟知的 对 就是像说你们的妈妈课程 一定会有皮拉提斯 或者是瑜伽 相信你们会选择这个是因为 它是比较缓和 而且还是有拉伸的动作 对对对 那当然第二个阶段的强度 我们当中还是希望说 如果你本身还是有健身重训 或者是本身就有在运动跑步 心肺功能上 你还是要去维持 因为第一个你走路嘛 你接下来你就是要自然产 现在医生都是推荐 你要自然产 然后建议 希望啦 希望因为就是恢复会比较快 没错 那你要有动 你其实你的肌力会比较足够 对 然后实力上也会比较足够一点 那像游泳 其实很多的文献会推荐游泳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就是你刚刚讲的 肚子会比较轻 对啊 它会让你身体 减缓不是 对会让你肚子的重量减缓 你反而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来运动是有压力的 我今天运动还是要背一颗肚子的 好累 我今天走路 或者是甚至我今天爬楼梯 是会累的 对 因为它直接帮你 水中的一个福利 嗯 所以让你减轻了很多的重量 那像你们在规划 就是妈妈课程 你真的就只有完全是比较 就是 强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一类吗 还是会有人去需求不一样的 需求不一样的话 就真的 如果它强度是很高的 就是 就可能只能去健身房啦 或是找教练 因为 我们开设妈妈课程就是希望是普及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运动过 然后有没有运动习惯 你都可以来上的 嗯 对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入门款啦 应该这么说 就是你的前提 只要你是 对 孕妇 你就可以来运动 对 那你有发现大家的反应吗 就是妈妈们 他们给你们的回馈啊 或者是对课程上 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 其实妈妈来上课都蛮开心的 就是上完之后 她就会回馈说 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要办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觉得 因为他们很晚了啊 但他们就会觉得 他们在运行的时候 可能没有机会运动 或者是他们也没有人教他们 怎么做这些运动 她可能做完之后觉得 真的有舒缓到 或是真的 做完之后蛮舒服的 有动到的感觉 对 可是我有遇过就是 有一个妈妈 她是本身 有在做重训的 对 可是她其实到很后期的时候 她有来参加我们 比较高阶一点的课程 就是肌耐力要比较够的 她其实也是回馈说 到后期真的是 会有点太累 就是她比较没有办法承受这么 就是阻力这么大的动作 对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看 你的体力状况啦 如果到后期真的是 心脏货荷比较大 或者是你做什么都很喘的时候 就可能要跟你的教练沟通 沟通 对 就是可能要 那个阻力不要这么大 重量不要这么大 不然就是走楼梯就好了 对 因为走楼梯就是 医生有认证过 就是可以让你更顺产 主要就是因为你 骨盆比较开 然后加上你脚 就是训练爬梯嘛 在大腿这边 你的肌耐力也会比较足够一些 对 当然 我们刚刚聊了就是 运期的运动 当然另外一个议题就是 你要怎么产后恢复 像你这样子就是 对 新手妈妈 然后可能很累 然后完全没有时间睡觉啊 然后没有好好休息 所以整个消轰的很快 对 我相信很多妈妈 是这样的瘦的 但是我们都不希望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第一个 你先不要胖太多 接下来回来的时候 皮比较不容易松 因为 没错没错没错 皮松了 不够紧 这个妈妈们应该都很担心 说除了肚皮之外 其他地方可能回复的速度 就是大腿啊 屁股啊 整个都塌塌的 所以接下来 第二阶段就是 我们要聊的 我们的 在产后的运动 回复 你自己产后恢复 我们不要讲那个小红的那次 因为其实 如果大家知道Aria的话 其实我现在近看 他其实整个状态是保养的非常好 然后很紧致 好不好 谢谢 虽然没有长期在运动上的感觉 可是你应该有一个方法 是让自己就是 要回到 也许不能回到就是比如说 第一胎生产前的状态 可是你一定会尽可能让自己的状况 是紧的 对 有没有透过什么运动 还是持续在游泳呢 游泳现在没有空 没有啦 我还是会在家会拉筋啦 对 就是你 你当妈妈之后 你的就是肩紧感跟腰部 其实都是非常疲累的状态 所以你真的要做一些缓和运动 就算你不能去 比如说激烈跑步啊 健身房 这个你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觉得拉筋还是必须要做的 就是起码会让你整个身体舒缓的 比较舒服一点 一打二的生活 虽然也算是运动之一啦 就是 对 最敢跑跳碰你知道 对一打二 那个loading是还蛮重的 但是我相信 你的医生 或者是我们自己常接触到 因为你说你会拉伸嘛 加上你们在妈妈教室上 其实有一些动作 对对对 是可以持续延续下去的 皮拉提斯或者是瑜伽 对 大家一定都知道的 就是凯格尔运动 你自己做了 就是产后之后 做了几年 或者是你自己的频率呢 其实凯格尔运动 在月子中心的时候 护士就有说 你如果没有不舒服 其实就可以开始 比如说那个就是 提臀的动作 你可以开始练 对 然后开始就是 你上厕所小号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 训练 对 因为你真的 你在怀孕后期的时候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经验 如果你有怀过孕的话 这很容易漏尿 打个喷嚏都漏尿 因为真的你的肚子很大 重量 然后压迫到你的膀胱 其实有差啦 就是妈妈们真的辛苦 对啊 然后接下来又要回复回来 其实那个很辛苦 你说凯格尔运动 其实像我自己 我自己每天睡前 除了做Sit Up之外 我还会做凯格尔 第一个当然就是 你可以练到大腿后侧 对啦对 因为它的好处真的很多 大腿后侧 然后你 同时可以用那个弹力带 去训练你的大腿内侧 所以其实 这个动作的好 为什么要特别推荐 或者是说 医生们为什么会要告诉妈妈们 说在产后要做 它的上手度很高 对很简单 然后在床上 基本不需要工具 就可以了 就是没理由要 放弃 放弃 对没理由要放弃 没理由要偷懒 所以一定会希望说 大家能够动起来 不要说产后就放弃自己 因为你产后真的很狼狈啦 老实说 因为你产后 很多人都说 产后想要快速瘦身 其实我觉得 对你产后 有一段时间 你肯定是要磨合的嘛 你要跟你的小孩磨合 跟你老公磨合 然后你要面对你自己 就是你知道 残破不堪的身体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都不觉得说 一定要这么着急的 要瘦下来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尽量把自己保持在一个 你不要看自己不顺眼 对就像你说的凯格的运动 这个这么简单的动作 你可能花一点点时间 就可以让你自己觉得 没关系 我会慢慢回来的 给自己一点自信心 才不会一直你知道 就是一路这样下去 买了买了 就是听到这件事情 都觉得说 课程要买了 那个运动服也要买了 妈妈们真的就是在怀孕之后 就不要说过度啦 我觉得不要过度小心翼翼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然后维持运动习惯 第一个是可以让你在 产期的过程当中 因为现在真的是 自然产的一个概念 所以都会希望说 你能够保持更好的体力 那接下来就是产后的恢复 当然产后恢复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只是说 你如果在运气当中 不要胖太多 对 其实这个是重点啦 就是真的 你一旦胖超过20公斤 真的就会很难回来 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回来 你一年胖20 然后你接下来 你可能一年都回不来 好可怕 产后一年都回不来 好可怕 15公斤违限啦 好不好 15公斤 对 我们今天会邀请到Ariel 因为真的我们也有发现 说第一个 在健身房 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妈妈们 她们 不管是在想怀孕前 她先让自己有一个体力 更好的体态 然后整个新陈代谢是很好的 就是好的环境 对 让宝宝可以过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阶段 当然就是 她继续维持她的运动习惯 体力维持好 那当然第三个阶段 就是可能他们会到 像这种妈妈教室啊 皮拉提斯 或者是像瑜伽的课程 不过 像这样子的一个运步运动 你们在市场上 有没有观察到 除了好 你们有发现到 对 这一个服饰的商机之外 你们有发现到其他 同样可以再去 更努力琢磨的部分吗 其实我觉得裤子比较重要啦 服装的部分的话 还有一些机能性的商品 比如说你在运起 肚子越来越大了 那你就可能会需要脱腹带 对 然后你产后恢复 刚刚除了运动之外 其实你有没有束腹 也很重要 虽然很多医生 可能会提倡说 自然产其实不用束 可是其实当你子宫 差不多回来之后 你其实是应该 要把它束起来 会让你的体态 恢复的更快 你就是说这一块 对这一块 剖腹产就不用讲 剖腹产是肯定要束 那自然产的话 就是看你的状况 那子宫如果 已经回到原本的位置 其实是可以束起来 让你有一个压力 然后你的腰也不会这么酸 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可能 少子化的关系 然后加上妈妈们可能 真的也是因为生的少 所以让整个孕妇 妇幼的市场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像情绪孕补 他们这样子 他有focus在一个 运动的区块 其实也是发现了 现在的市场 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运动 千万不要因为 你在任何的阶段 一定要就是活到老 运动到老 同时也要学到老 这样子你才会把自己的状态 keep在最好 没错 今天谢谢Ariel 谢谢 谢谢Cat 谢谢小麦 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Podcast频道 同时追踪我们的 脸书 IG YouTube 最新最棒的内容 等你哦 那么这点 因为像家人 我不发 sends 看下车 导心 下车 下车